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的刘雪妹同修与我们分享。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身体多处宿急和情绪抑郁等问题不要而遇,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那么大师大佩,救苦救让康大灵感关心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和荣原佛法,感恩舞台长。 我是马来西亚的刘雪妹,我是从2015年67月才开始学心灵法门的三大法法。 念经喜愿放生,我每个月初一十五都有次数,开始学心灵法门后,每个月都会去放生一次。 以前每个月进去后,或者晒太多太阳,或在太阳底下暴晒时,就直接上车都一定会头疼,疼到最好是放静静不要动,有时候会觉得最好能把它换掉。 严重的话,会影响胃不舒服,吃进去的东西会消化不良,都吐出来。 这些问题都找过中西医看过,到最后中医只给我吃扁头痛的药而已。 另外就是咳嗽,也不知道是咳多少年了,中西医都看过,神也问过。 人家介绍的偏方,上网看的也是过,就是无效。 每次咳出来的都是整口,整块黄黄的痰,要是吃到鸡肉和鸡蛋,就会咳到不能停,还会喘,甚至会漏尿。 而且晚上也不能好好地睡觉,因为一躺下去,盘就会顶上来,如没有起来,吐掉,就会一直咳不停,咳得太大力的时候,盘还会带血湿。 自从修了心灵法门,以上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包括皮肤也变好了,尤其是脚的皮肤真的是很差很干,好像鱼鳞那样。 年尾一吹到风就会痒,有时候也会干裂,但现在脚的皮肤好多了,在完全如素后, 这些问题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控制了,头额还会有些疼,但是很快就会好,不用再吃药了。 喉咙有时候还会有些疼,只要清一清就可以了。 在我还没修行灵法门前,我曾经有一阵子很忧虑,会莫名其妙地哭,感觉心情很忧伤。 关于这一方面,在我最近都以为佛有时提起了,才发现我在修佛念经下, 我既然完全在没这种负面的感觉了,真的太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 还有一件事值得分享的就是,发生在我大女儿身上的,就是她对于她这份工作,年多的事业很压力,很不开心,面对丧失的问题。 过后我每天帮她念四十九遍解节奏,祈求菩萨保佑她,几个月后竟然改善了许多,再也没有见我大女儿说工作压力了, 反而是比以前快乐了许多,真的太感动太乏喜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心灵法门真的是真实不实啊。 希望在说的每一位还没有开始念经的你们,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命运,趁这末法时期的时候,拿起经书跟着观世音菩萨和留台场, 好好的写,一定会让你们离苦得乐。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康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主位佛菩萨和隆天父法,感恩如台长。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韩宝勤同修与我们分享, 人生走入绝境,给予亲生的韩同修, 有幸得益心灵法门,全家受益,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康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堂的卢君洪师父。 感恩隆天护法精刚菩萨,感恩现场的各位法师义工同修们。 今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习心灵法门三大发宝,改变了我和家庭的命运。 我叫韩宝勤,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在2008年至2009年,两年时间,我失去了三位亲人,父亲母亲及丈夫。 当时,我好像天塌下来了,他们都走了,把我丢在了人家, 还丢下了我的三个未成家的孩子。 更要命的是,因为给丈夫看病,欠下二十多万的外债。 我增添一类洗面,无依无靠。 当时,我绝望了不吃不喝,轻松的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反滚。 我跑遍了四大名山,到处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 2012年9月,通过媳妇的姐姐,认识了心密的赵师兄。 我从他那里接远到了台上的法宝,念经,许愿,放声,激动的我一夜没合眼。 我知己地阅读,静静地领悟那一夜,心中未有激动的泪水和感恩赵师姐, 把我拎进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让我见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是观世音菩萨妈妈,把我从悲痛中解救出来。 是恩师卢君洪师父,指引我走向那正法正道。 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卢君洪师父。 2013年6月,在赵师兄继同修的陪同下,参加了香港大法会。 当时我被万人发挥所感动,被师父的慈悲慈祥所感动。 师父慈悲看兔腾,让我真正明白了, 丈夫的去世是因果病,是业障病。 种什么因,种什么果,因果报应真是不虚。 我真正体会到,原来不去念经,不忏悔,不许愿,不放生,不度人,不付出, 知求悔报,真是错上加错。 在这里向菩萨妈妈忏悔,向诸福菩萨忏悔,心灵法门救了我们的全家。 心灵法门让我在迷茫当中,给了我一盏子路铭灯。 我过去的愚痴,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万般带不走,只有月虽身,让我知道了万事皆是因果。 法会结束后,我的情绪不太那么的低落。 下决心,要学习心灵法门,我主动鸿发度人,和老同修沟通学习。 家里尽快舍弃了福台,许愿,放伤,念经,践行这三大法宝。 我用小房子,送走了我打胎的孩子,不知不觉,腰疼,腿疼好了。 特别是我多年的心脏病,原来撑多次昏倒在江台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多年的眼近似,现在在慢慢地恢复,用小房子超度了父母及丈夫。 是我在梦中和意念中感觉到,他们不再受苦,小房子太灵了,太神奇了。 让我真正感受到,三大法宝能超度灵性,消除业障,并且能治好各种疑难撒障,能处一切苦,真是不惜。 感恩书上的心灵法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恩斯卢君黄师父。 不学佛,不学佛,不知道,现在学佛明了的,医院念经,全家受益,而你们的工作越来越顺利,经济收入越来越丰富,不但还清,丈夫看病,欠下二十多万的外债。 喊购置了房子,车子,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全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平日里,儿女们给我的零花钱都拿出来去放生,为各地区需要帮助的新童修,有记书记,光盘,播放器,空外小房子等等。 这就是我毕生的事业。 师兄们,有菩萨妈妈在天上看着我们,有师父在人间知道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都是菩萨妈妈最好的安排。 也都是我们争上缘,每天都在开开心心念经,以感恩的心,慈悲的心,去度有缘重生。 天天发喜,心灵法门救了我的全家,儿女们都理解,支持我,让我好好的去修心修行。 两个儿媳,和睦相处,孝敬老人,我的亲家学佛经济,经常参加法会。 在这里感恩,两个儿媳妇和我亲家的宽容和付出。 同时,我以学会放下,活在当下,保持一颗清静的心,跟着观音妈妈,跟随师父,弘扬佛法。 做好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把医生交给菩萨妈妈,生命不息,度人不止。 2014年6月,我再次参加香港大法会,并且我做了义工,在做义工过程中,认识了好多同修,相互交流,协服,度人的经验。 曾志,受伤无比,而且在发会上,得到东方台师兄的鼓励我,你是很会度人的,让我回去后,要多度人,当时我激动的泪流满面。 现场,我就向菩萨妈妈,许愿。 每月,我要度人,摄佛台,发疏,不少于三十人次,每月坚持,至少放僧两次,初一,为师父放僧,同时也为需要帮助的师庸放僧。 法会回来后,我的信心施足,一种无心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一下子开悟了很多,在师兄的帮助下,我度人的尽头更大了。 父太前,我向诸佛菩萨祈愿,全部放下自我,要红阀,要度人,求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加持我每月要度到六十人次,天天度人,实施红阀,不论远的,近的,城市的,农村的,山区的,都要红阀。 要用多种方法,要用多种方法,多种极道,间接地去度人,这是我生活的全部。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永远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永远跟随师父,永远跟随师父,弘扬心灵法门,一闷深入,勇猛精进,一世修成,永断轮回。 以上分享的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妈妈原谅,请诸佛菩萨,隆天护法原谅,请在座的法师们,通修们原谅。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如君鸿台长。 感恩诸位佛菩萨。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巴干色赖的陈宝珠同修。 在此要和大家分享,菩萨对我的关爱,我的亲身经历。 真正让我接触心灵法门的机缘是在2014年10月份。 我13岁,我13岁开始生理痛,痛了33年。 修了心灵法门念经后,33年的经痛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33年刻苦铭心的痛经不要而已了。 从13岁开始,每次来业经都痛经,痛经一发作,里面拉一下放一下,又拉一下地不停重复着。 子宫像有风这样,吃药打针都不能好,中西药都无效。 妇科医生看了,中药吃了两年半,白凤丸越吃越胖,什么药都用了,始终解决不了问题。 最终都要用止痛药,我可以被折磨到痛到卷速起来的刺痛,还有偏激腹部和背部的持续疼痛。 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是子宫内膜意味症。 我曾经痛到发光,把整罐黑风油倒在吐瓶上,拼命得差,拼命得差,但一事无补。 真的想把整个子宫给割掉。 我知道台长的心灵法门,念小房子能治病,我开始做功课了。 但是,每当生礼旗,经痛会让我痛到连功课都做不到。 我站在佛台前不停地哭,然后向菩萨祈求原谅。 功课明天化改天补回。 直到去年,从太平坐巴士到吉隆坡参加2015年12月份吉隆坡法会,我们一早就抵达法会现场。 我在法会现场开始做功课。 当我念礼佛大忏悔文,念到第十一遍时,我睡着了,虽然我睡着了,我的意念还是念着礼佛大忏悔文。 在这时候,突然间,我感到浑身发热,好神奇。 我全身发热,流汗,问了旁边的佛友,他们说没感到热,这时才发现,台长已进场,台长就在我们前面而已啊。 台长进入会场的时候,无疑是一个高潮,大家都涌向台长,人情涌动,大家拍手送唱这佛号。 我明显发觉自己全身发热,流汗,感觉到是菩萨和师父慈悲在救我,给我加持了,那就是我接到了台长的气场了。 当时的场景,尤其是台长给台下的观众现场看图腾的环节,实在让我感到十分震撼和感动。 奇迹出现了,从法会回家后,现在我的精痛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再犯了,一点感觉痛都没有。 这是三十三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发生在我真上的生实事件。 台长的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身边,感恩菩萨妈妈。 根据相关子宫内谋医卫症,最新医学资讯指出,患者可以进行腹空境微创手术治疗,但术后腹发率高,可达五十八千。 而心灵法门在创医学奇迹和突破,免用药免手术,根治子宫内谋医卫症,真的有幸结缘如今红台长,和有幸修行心灵法门,治好了我三十三年的精痛问题。 参加了十二月份吉隆坡法会回来后,我读中学开始那疼痛难忍的胃疯和胃痛,奇了怪了,也不痛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痛了这么多年,都痛怕了,我欣喜怒慌,再一次感恩菩萨妈妈。 我还有十多年的失眠症,常常到五月一点钟开始醒来,至凌晨六点方能入睡,翻来翻去,没有睡眠的夜晚,填满了恐惧和痛苦,一夜一夜地折磨着。 念经后,我的睡眠已恢复盛长,市民梦远远离我了,心灵法门太灵厌了。 在以前,我和我儿子一看到别人家有人往生,带笑穿笑衣,或看到他们家的棺木后,我和我儿子就会很不舒服,头昏呕吐发烧。 自从我们开始念经后,这些头昏呕吐发烧的不舒服症状都没有了,消失了,我们没事了。 我已向菩萨发愿一个月吃三天树,不吃华海鲜,每个月放生,在这里,我希望通过我的真实经历,更能坚定大家修心灵法门的心心。 愿大家好好修行,观世音菩萨会慈悲我们,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自从开始修心灵法门,我觉得这个法门可以让终生解脱痛苦,可以拯救生命,更能拯救灵魂,也不用花钱就能超度亡人。 人的能力有限,但菩萨的力量无穷。 念经就是街上菩萨的气场,化陀菩萨,加持彼佑,从而解决一切疑难杂症,速得平安吉祥。 念经程序非常简单方便,适合各阶层人士,希望大家都好好念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以上是我修心灵法门一年半以来的心得和体会,我也刚刚入门,我会精进随心,与大家一起共勉,感恩大家,我的分享完了,感恩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和沙,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隆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如君红台长,感恩法师和义丰门,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南长沙的肖爱民同修与我们分享,突发绝症,两次病危的肖同修,通过心灵法门,明心见性,绝症彻底康复,创造医学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那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和沙,感恩隆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慈航明灯恩师如君红台长,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佛南的佛友, 曾是一名慢性白血病患者,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沙恩师如君红台长,把我曾死神守真夺回来。 2008年9月,我突发慢性白血病,住进医院,当时白细胞增加到2万多,血小板高到800多,染色体,融合基因都是阳性。 病,医生让我化疗了三天,结果出现了骨髓一致反应,浑身贪圆无力,整个人像死了一样,医院下了两次病为通知,后来稍微好转,转入了血一颗,但是因了最好的抗生素都效果甚微。 时速十几天,历米未尽,人受了十几斤,我余腾身在地狱,真是实看,堵背树煎熬,苦物堪言。 后来去了国内最好的治疗血疑病的百大人民医院,被认为必须做骨髓移植,否则顶得能活三年。 我虽有心底解脉无人,可是,做无人与我匹配,骨髓匹配,我感到松河一片灰暗,死神恍惚随时将我带走。 直到2012年5月的一个晚上,邻居雀门来我家,说我,邻居雀门来介绍我说,有一位卢台长很厉害,要我在网上查查看。 我迫不期待地收到了卢台长看图层的节目,一看就是四个小时,台长的大神吞,大慈悲,让人无比震撼。 余腾一道强烈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心。 这次,我想这次我真的有救了,第二天一拿到书,我就开始念经,念小黄子,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华宝,念经,蜀愿,放生,一一照做,功课都在四十九篇以上。 当时,我当时放生了两千多条黑鱼,刷送了第一波四十九张小黄子之后,身体正感无比轻松,人家有了精气神,这是幻平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我身体自大自大自大博的观世音菩萨妈妈在救我,截止横身的我,有了信心,很快我在菩萨面前花园,真身知数,菩萨生三年放生十万条鱼,已经两年来换完了,现身说话,度话有缘人。 我原来从事护肠和工作18年 当时最多一天做过人流 手势三个 还于是认为自己继续好 没有去过医疗 试过学佛之后 翻眼醒悟 获得此病就是由于我撒身癌导致的果报 那时我只要闭上眼睛 就感觉有无数的孩子在我家周围哭泣 接着感觉迟速了几个月 如果不是学佛 我根本想不到 是因果报应 在此我身身的仓 我对不起孩子们 我会请女性同胞们 千万不要堕胎 孩子都是无缘不来 人生难得 他们都是来逃生的 不是来逃死的 2015年5月的一天 背部秃鹰好痛 像中杂一样的难受 不能动 呼吸加重 两个晚上不能睡 自己感到很不好 我就去胡堂上香求菩萨 鼠愿半年放生一万条鱼 注运一万元金书 鼠愿好 感觉背部吞死去 有什么东西 跳了一下就好多了 医生说 会不会有一堂黑色的气 但是不要紧 不是恶心的 我回来赶紧赎愿了两拨二十一张小房子 此后身体就再也没有布施了 感恩菩萨妈妈帮我度过一节 我念了大约三千张小房子 跟我同期生病的很多病友 病情没有我严重的 一个个都一撒手人滑 有些病友还做了骨髓移植 都没有掩饰生命 我没有做骨髓移植手术 而是通过心灵法门 三大华宝 属愿 宁静 放声 来救度自己 完全打不来 医生说我 最多只能和三年的预言 自从修了心灵法门之后 我再也没有住过院 去百大医院检查 也从一年四次 两次到现在的一年一次 当年不正常的指标 都基本正常了 只有一项没有转因 世心灵法门 让我曾一个白血病患见 除战恢复了到正常人 无限感恩大自大悲 观信菩萨 感恩大自大悲 卢真红 师父 2014年香港华会 我光云的伴思了 看到师父红华足迹的短片 我泪如影前 心中无比的感恩 我本是一个戴在之身 将死之人 莽福之恩 不但保持了幸运 还能在天上 有一朵自己的莲花 我按下决心 我要督住法会的义工 从此 跟祭师父 坚定的弘化 利松 就得那些和我一样在 苦害人 增扎的迷茫正生 此时 我建议看到 党片里的菩萨妈妈 对我眨着眼睛 笑了 我花月 一定要仪式修成 神才关心菩萨妈妈 到极乐世界去 2013年至今 我参加了七次 台奖师父的华会 五次住了义工 我拜恩斯宏法 我拜恩斯舍命宏法 救度正常的 大菩萨慈悲精神 所感动 今年二月 印尼法会期间 似乎说 现在被心灵法门 救好的结症患者 都可以开一个万人法会了 是啊 我就是了幸运的万分之一 一花独放 胡适群 万花齐放 群满园 我在观音堂属下大院 两年之内 再印三千张小房子 度三千个人 我每天都在 利益一切的时间 念经 念小房子 花戏成满 我先生还闷到我家 一楼二楼三楼 前世菩萨 接下来 我有属愿了 放生 第二个十万条鱼 五年放完 看着鱼员 欢快地跳跃水针 我也持上赶增的泪流满面 胡说六道正生 五世节来 都曾坐过我们的父母 每次放生 有人围观 我就献身说法 劝人莫杀生 要食宿 给有缘人结缘法宝 佛下菩提善阵 弟子肖民 再次花怨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要红发度人一天 跟财师傅 弘扬心灵画门 广度有缘 帮助正生 民音国 懂法律 除病痛 驱发脑 净化心灵 找回复兴 感恩大自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农天 护华菩萨 感恩大自大悲的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 威南的 谢定慧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使身患 癌症肿瘤的女儿 手术圆满成功 癌细胞 彻底消失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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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大悲 大自大悲 庞尾佛 佛菩萨 感恩 大自大悲 龙天 护法 感恩 大自大悲 卢君洪 师父 我是 谢定慧 来自 槟城 为 2013年 2013年 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那时 我事业上出了问题 让我背着一百万计的债务 不知亮丽的我 甚至找一些有特异能量的人士 帮我化解谜团 走出困境 那时 我无意中看过 台长师父看图腾的录像 其实 我心里感动的 可是 却没有行动 给自己 没时间的借口 心灵法门就这样 擦肩而过 2014年 12月 我一岁半的女儿 腹部一直肿胀 给医生看了 当时 怀疑是肿瘤 多么让人 措手不及的名词 竟然落在我家门口 就在心里 交税的当儿 脑海里 很清晰的出现 心灵法门 如台长 一个能看图腾 能治百病的人 就这样 我想了解一下 心灵法门 当晚 我就找到 心灵法门 为难共修会 感恩当时 度我的师兄 也感恩 共修会里 和我并肩作战的 师兄们 在参与 2015 冰城 法会和开示时 我还想 半途拦戒台长 师父帮我女儿 看图腾 最后 看着一个一个 比我更需要 师父的苦众生 还有很多很多 想想 想想 还是 安分守己 向师父 学习 在学习的 过程 我也用了 心灵法门的 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2015年 1月 女儿第一次 做手术 那时 是在 腋下 装置一个 化疗 借拨器 是为了方便 日后 做化疗 风险方面 我也不会言喻了 只能求助 观世音菩萨 妈妈保佑 手术期间 我就在手术室外 狂面大悲咒 手术皆事后 女儿从手术室 推出来 我也吓了一跳 看上去 哪有动手术的迹象啊 脸色还红润 我心里非常肯定 和明白 那是 菩萨慈悲 加持了 更意外的是 不套三十分钟的时间 竟然炒药喝奶了 不可思议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五天后 开始接受癌化疗 在医生的讲解下 我才完全明白 女儿患的是 木肾中恶症 眼科的神经线也会不好 而且双肾也有肿瘤癌细胞 这样复杂的情况下 肯定存有一定的风险 毕竟不可以单单切除 一个肾 要抄刀 也得局部性切除 这时 无论医生怎么讲解 我也只能点头回应了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的化疗 当中经历过 发烧 紧急入院 输血 血指数不达标 等等等等的副作用考验 我都是求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加持 2015年5月 医生告诉我女儿 肿瘤一直有扩大的现象 必须切除 而且是不知道切除哪一边 左右两边 医生各说各词 要到手术室 医生才自行决定 再次的不由自主的我 只能把一切托付给观世音菩萨妈妈 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 最后也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加持下 完成一个关键性的手术 切除了700公克的肿瘤 难以想象 一个8乘15公分的肿瘤 占据了两岁大的女儿体内的多少空间 手术全医后 女儿开始走起路来了 之前可能肿瘤的障碍 让她不能平衡走路 而且眼科也逐渐好了起来 直到一个月后 要进行化疗时 发现借拨器不能运作 必须动手术取出再植入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可以承受这么短的时间里 再次推入手术室 我简直是跪低了 此时有一个医生说 他来试试看 我就在边上一致祈求诸位菩萨慈悲 一直念到南京菩萨时 那位医生说 我乔正过来了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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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菩萨 女儿避开了一个节 当时有个意念 我要设佛台 供奉菩萨 2015年 农历 9月19日 观世音菩萨 出家日 我家的佛台 总算设好了 当时很多同修也来祝念 法喜充满 忙了一个上午 午饭后躺下来闭目眼神 不意会而仿佛听到 怎么还不起来采药啊 我赶紧去见一位 已康复的癌症末期患者 发现有一种草药可以医症肿瘤 最后得知那位有缘人也是 洪埃尔菩萨的拓梦下给他指引 才懂得用草药治疗他的癌症 他也发愿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就在2015年 12月 基隆波法会 我在观世音菩萨前 许愿赐全数 两天后 医疗报告显示 女儿似乎没有癌细胞的中绩了 再次印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 后悔 怎么自己不找一次全数 这样可以化解女儿的苦难了 认识心灵法门后 还有一个惊人的体会 那就是 我觉悟到 是女儿度我 不是我救女儿 他让我知道 业障轮回 因果报应 所以说 菩萨就在我们大家的身边 诸二莫作 好好修心学佛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龙天护法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卢君弘师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吉达州 双西大年的 旅居英国的 黄俊豪同修 与我们分享 早产的孩子 原本被医生诊断 患有膳气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诚心祈求观世音菩萨 出现神奇扭转 膳气消失 取消手术 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摩哈萨 感恩 诸位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卢君弘 台长师父 我是来自 马来西亚 双西大年的 黄俊豪 在2014年8月 我太太正式怀孕了 我们有过了 第一胎的经验 所以认为 第二胎 肯定可以轻易着手 大约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抽血测验 那一个星期六 我们提前接到了医院的来电 告知我们 院血报告证实我们的胎儿 输于高风险 很大可能会患上糖氏综合症 Dow syndrome 医院即刻安排我们做DNA测试 以辨识到准确的结果 可以说我们很自私 但我们相信 我们没有能力 以及足够的心理准备 去抚养一个患有糖氏综合症的小孩 在等待医院的预业的期间 我打了电话到澳洲东方台求助 要求同修帮我传达讯息给台长 请台长给我建议及指示 澳洲的同修 答应在那个晚上开会的时候 询问台长隔一天 我再次联系澳洲的同修 台长给的讯息是 听从医生的指示 并许愿念经放生 由于我们住在国外 就只能劳烦父母及业母 为我们放生 再次 我也感谢我母亲的朋友 带了我母亲到北海观音厅 为我们放生 我们在医院做了amniosynthesis 火焰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结果 感谢菩萨 我们很幸运 DNA火焰证明 胎儿没有患上糖质综合症 怀孕第六个月 我们又碰到了新的困难 我太太正式患上了Pecamia 认识毒血症 也因为这个症 我太太被送入医院留意两次 这个症 最严重的情况是血压过高 导致双眼失明 或者脑部中风 或死亡 医护人员告诉我们 我太太在第36周就会开始 住在医院直到生产 因为那七天的风险会更高 我们每周需要到县医院和中央医院 报导并做检查 这时候 医生又发现了新的棘手问题 Precenda Privia 胎盘太低及止贴子宫 这个症 最严重的地方是 当生产过程中 胎盘无法抽离子宫的情况下 会严重失血 医生为了保护孕妇 会一并把胎盘和子宫割掉 我们以为最坏的情况 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了 原来是不够的 怀孕第七个月 上天又给了我们新的考验 检验过程中 发现 胎盘没有接受到胎盘供给的食物 在28星期之后 胎盘的身体停止了发育 只有脑部增大 胎盘在完全没有接受食物的时候 就会有性命的危险 因此 医生需要更密切的关注 孕妇及胎儿的发展及健康 必要时随时动手术 人工生产 早在2013年 我们就开始接触了心灵法门 也在网上看过了心灵法门 在多个国家举办的法会 以及台长为大家看图腾的片段 从中我们削绕了三大法宝 念经 喜愿 放生 我们也学会了念小房子 也在初一十五次数 碰到了刚才所说的问题 虽然我们会担心 但我们还是冷静的过每一天 因为我们相信菩萨 会在我们身边 一直保佑着我们 并送一个与佛有缘的孩子给我们 孩子提早出世了 提早了两个月出世 身重970克 是医院那时候最小的宝宝 但还算很健康 母亲留院两周后就出院了 但由于小孩太小 需要关在保温箱及交互病房 治两公斤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一切总算告一段落 之前所碰到的难题 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小孩第四周岁的时候 医院紧急的打电话给我们 要我们马上赶到医院 有五位儿科医生 证明小孩患上了Hernia 三七一直在痛哭 需要安排小孩 即刻动手术 由于小孩是早产的 体型太小 需要找其他更大的城市 Rubinian 或Liverpool的医院专家来处理 很多专家都不肯 为我小孩动手术 因为他们没有替 这么小的小孩 动过手术了 终于找到了Liverpool的医院 有个医生愿意接手 夜晚十一点半 小孩由特殊装配的救护车 从Telfer医院送去Liverpool医院 而我们自己开车 从后追逐着救护车 一路上 我们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孩子 可以度过这一关 我们一路上不停地念大悲咒 希望证佛可以保佑我们的孩子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抵达后 小孩被推入手术室 而我们被请到一个房间休息 我们心里面不停地 祈求菩萨保佑 希望可以免了这一刀 奇迹终于出现了 三十分钟之后 儿科专家告诉我们 他不认为小孩是患上Hernia 也不需要动手术 马上就可以回去之前的医院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天大的喜讯 更是一个奇迹 五个儿科医生 很肯定是Hernia 需要即可动手术 只等几个小时之后 Hernia 戏剂般的没有了 小孩在医院的家户病房 度过了漫长的四十二天后出院 一个早产呢 一天天的健康的成长 我们感恩菩萨的保佑 菩萨的保佑让我们有惊无险地 度过了重重的困难 菩萨的保佑才注意让我们冷静地面对眼前的挑战 再次我感激我感激家人给予的协助及支持 我也感激卢台长及澳洲的同修 你们给我们的一席话 温暖了我们处落的心 也感激同修朋友协助放生 感恩 我的分享已完毕 再次的感恩 南无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 感恩 您是卢俊宏台长师父